菲利比书第二章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如今 我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 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 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谓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焦垫在旗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我靠主耶稣指望 快打发提摩泰去见你们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 心里就得着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 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提摩泰的名正 他兴旺福音与我同牢 带我像儿子带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 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但我靠着主 自信我也必快去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 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猜浅的 也是攻击我虚用的 他很想念你们众人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 然而神连续他 不但连续他 也连续我 免得我忧伤加油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 叫你们再见他 就可以喜乐 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 欢欢乐乐地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 几乎致死 不顾性命 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 不及之处